维章建筑处理办法 修正日起 民国101年4月02日 MP3录制者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第一条 本办法一建筑法第97条之二规定定定之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之为章建筑 为建筑法适用地区内 依法应申请当地主管建筑机关之审查 许可并发给执照方能建筑 而擅自建筑之建筑物 第三条 违章建筑之拆除 由直辖市 县市 主管建筑机关执行之 直辖市 县市 主管建筑机关应是实际需要 至违章建筑查报人员在辖区执行 违章建筑查报事项 乡 镇 市 区 公所的指定人员办理违章建筑之查报工作 第一项拆除工作及前项查报工作 直辖市 县市 主管建筑机关的事实际需要委托办理 第四条 违章建筑查报人员欲有违反建筑法规之新建 增建 改建 修建 行事实 应立即报告主管建筑机关处理 并执行主管建筑机关指定办理之事项 主管建筑机关因查报 检举或其他情势之有违章建筑情势 而在施工中者 应立即勒令停工 违章建筑查报及拆除人员 于执行职务时 应佩戴由直辖市 县市 政府核发知识别证 拆除人员并应攜带拆除文件 第五条 直辖市 县市 主管建筑机关 应于接到违章建筑查报人员报告之日 其五日内实施勘查 认定必须拆除者 应及拆除之 认定尚未构成拆除要件者 通知违建人于收到通知后 三十日内 依建筑法第三十条之规定 不行申请执照 违建人之申请执照 不合规定或于其未不办申领执照 手续者 直辖市 县市 主管建筑机关应拆除之 第六条 依规定应拆除之违章建筑 不得准许缓拆或免拆 第七条 违章建筑拆除时 辐设于违章建筑之建筑物设备 一并拆除之 经公告或书面通知强制执行 拆除之违章建筑 如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规避拆除时 拆除人员的会同自治人员拆除之 并由辖区警察机关派员维持秩序 第八条 违章建筑拆除后之建筑材料 应公告或以书面通知违章建筑所有人 使用人或管理人 限其自行清除 与其不清除者 是同废弃物 依废弃物清理法规定处理 第九条 人民检举违章建筑 检举人姓名应于保密 第十条 建筑师 营造业及土木包工业设计 监造或承造违章建筑者 依有关法令处罚 第十一条 旧违章建筑 其妨碍都市计划 公共交通 公共安全 公共卫生 防空疏散 军事设施及对市容观瞻有重大影响者 的游职辖市 县市政府实地勘察 划分左列地区分别处理 一必须限期拆迁地区 二配合实施都市计划拆迁地区 三其他必须整理地区 前向地区经刊定后 应含请内政部被查 并以公告限定于一定期限内拆迁或整理 新旧违章建筑之划分日期 一执辖市 县市 主管建筑机关经已命令规定并报内政部备案之日期 第一一执一条 既存违章建筑影响公共安全者 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应定定拆除计划 限期拆除 不影响公共安全者 由当地主管建筑机关分类分歧于以列管拆除 前向影响公共安全之范围如下 一 供营业使用之整床为张建筑 营业使用之对象由当地主管建筑机关于查报 及拆除计划中定之 二 合法建筑物垂直增建为张建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占用建筑技术规则设计施工编第99条规定之屋顶避难平台 二 为张建筑楼层达二层以上 三 合法建筑物水平增建为张建筑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占用防火建革 二 占用防火像 三 占用其楼 四 占用法定控地供营业使用 营业使用之对象由当地主管建筑机关于查报及拆除计划中定之 五 占用开放空间 四 其他经当地主管建筑机关任有必要 既存违章建筑之划分日其由当地主管机关市辖区实际情形分区公告之 并以一次违宪 第十二条 旧违章建筑在未依规定拆除或整理前 的准与修缮 但不得新建 增建 改建 修建 前项旧违章建筑之修缮 的由直辖市 县 市 政府定定办法行之 第十三条 直辖市 县 市 政府拆除违章建筑所需经费 应按预算程序编列预算之印 第十四条 删除 第十五条 国军眷区违章建筑之处理 由内政部会同国防部定之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违章建筑处理办法 修